好 華人即將迎接中華民國雙十國慶 那麼同一時間也是中國大陸的十一長假 那麼陸續會舉辦許多的大型戶外活動了 那不過這個季節已經滿入秋季了 國家氣象局發布落線強風警報 這個強風將會在本週四晚間來襲 到底天氣狀況如何呢 登上新聞馬上電話連線給氣象局的 預報員馬錫強 馬先生請他來說明 馬先生你好 你好 請問這一波強風的影響範圍到底有多大 會持續多久呢 我們預測了這個地區在那個洛西 一夜之後呢 會有比較強的高期在那個加州東北上建立起來 又要強風了今天晚上大約5月左右開始 特別是每天的上午的時段那個風特別的強 下午海風的時候呢 焚風會減弱一點 但是星期六早上 星期六日早上 仍然會有那個強風的出現 影響的地區呢 包括通常那個焚風影響的區域 一處是5號 15號公路 山口以南的地區 包括那個San Fernando Valley 還有這個Inland Empire Orange County的峽谷地區 還有Hollywood Hills 那這一次特別的 還有這個San Gabriel Valley的東部 特別是那個Portos 210公路的地區 也可以出現這個時速60英里的震風 這個地區呢 這個比較少見那個強風的 好 我們像馬先生講了 特別請大家來留意 尤其星期六的早上跟星期天的早上 這波強風特別小心 那麼您建議民眾要怎麼樣做一些防範工作呢 主要特別是那個開車的時候需要小心 尤其是如果車身比較高的車 還有最好的就是避開走在那個貨費車的旁邊 因為他們都是他們打飯的 如果還在當風地區的話 千萬不要點火了 不要再誤壞那個 誤壞那個BBQ 還有要收好那個前後院的那些小物 那你剛剛提到說 這個要注意的就是周末 兩天六日的早上的天氣嘛 那持續你說只有早上的風大之外 那下午或者是晚上 其實大家就可以放心嗎 有 就是那個Sandar的風風通常都會帶來高溫天氣 這一次也不例外 星期五到星期日三天的高溫呢 很多地方都會達到90度以上 影響差不多特別是洛杉磯的市區 還有Orange County的市區 差不多到海邊也是有85度以上的 哇 等於是說你早上要注意有強風 可是呢 可能下午的時候也很熱的 你還是要注意防曬 如果尤其在海邊的話 對 特別是海邊通常 夏天的時候反而沒有這麼熱 因為多有海風 因為凡風通常都會影響 都是海邊的比較高溫的 是 好 我們謝謝馬先生 謝謝